一个危险信号 日本要加入奥胡斯 美国正在推动这件事 给中国三方面提醒 大家好 我是薛熙玲 美英澳三国组成的奥胡斯柠檬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当初刚成立的那会儿 在国际社会一度闹得飞飞扬扬 外界普并认为 美英两国以帮助澳大利亚打造核心点为优尔 将澳大利亚拉上对华战车 现如今又有一个消息传来 奥胡斯将要扩原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近日美英澳三国防长宣布 他们将启动于 奥胡斯第二支柱阔员的有关会谈 据报道显示 作为美英澳三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 美国正在积极推动 日本加入奥胡斯柠檬 需要强调的是合作分为两个支柱 第一个支柱指的是帮助澳大利亚 建造核心点部队以及核共享 第二支柱指的是量子计算 高超武器 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合作 所以说美英澳三国强调的 是将日本立为第二支柱阔员计划 但谁也无法肯定 一旦日本加入了奥胡斯柠檬 似乎享有核共享的权利呢 甚至未来帮助日本打造核武器 这些都是未知的事情 更为重要的是 奥胡斯柠檬具有针对中国的军事性质 一旦日本也加入到其中 势必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那中国肯定是坚决反对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个事情的曝光 其实也是个好事情 因为这件事给了中国三个提醒 第一 美国积极勾进小圈子 打压中国的决心 没有并 奥胡斯不比其他联盟 军事属性很足 不然因此 可以类比于亚太版北约 当初刚成立的时候 中国就看出来了 所以均决反对 现在奥胡斯还想枯容 美国的野心 显然是肉眼可尽的 一旦日本顺利加入奥胡斯 那要不了多久 韩国以及菲律宾也会加入 这对中国而言 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第二 日本可能想借助奥胡斯这个平台 合理拥有核武器 自从二战战败后 历届日本内阁 都在做一件事 那就是试图让日本成为一个 正常化的政治大国 以及军事大国 然而 想要达成所愿 合理拥有核武器 是一个关键环节 没有核武器 日本在国际社会 始终就是一盘菜 没办法上桌 因此 假如能够加入奥胡斯 日本就有机会 得偿所愿 听不管以什么方式加入 只要能够加入 就有机会合理拥有核武器 这是日本啊 蒙密以求的 也是呢 绝对不会错过的机会 第三 奥胡斯的成立 是为了核共享 以及帮助盟国建造核武器 而一旦核武器在中国周边扩散了 那将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原本很多 无力挑衅中国的国家 有了核共享 或者美西方 助其建造的核武器后 对华政策恐怕会更加激进 这种情况 势必会进一步加剧 中国周边的地缘冲突 由此可见 面对奥胡斯的扩容 我们需要完分警惕 无比不能使其成功扩容 否则将量成大货 好 本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各位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